而且这个黄豆里的脂肪含量在豆类当中排第一 这都知道吧 黄豆干嘛的 黄豆是炸油的 对吧 它出油率能达20% 这相当高 所以这个黄豆被称为有利于调节胆固醇的黄金豆 对三高的人来讲那是特别的友好 不对 老师 您看啊 黄豆含油量这么高 然后您还说有利于调节胆固醇 这挺矛盾 您说吃黄豆不应该就是说胆固醇变更高吗 是吧 我理解这样 这个黄豆里它那个脂肪绝大多数都是不饱和脂肪酸 这个不饱和脂肪酸是我们人体相对来讲 它比较缺乏的我们需要这个东西 它也是对我们身体更有益的这种脂肪酸 它能够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含量 胆固醇也有好坏之分嘛 它就有利于保护这个中老年人心血管的健康 给大脑和神经提供必要的营养成分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 这个黄豆的确可以称为血管里的青道夫 那么后边怎么又多了一个发酵呢 黄豆首先它是好东西吗 是好东西 黄豆光就那么水煮着吃啊 炒菜那么吃啊 它也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把它真正的价值发挥出来 真正厉害的招没使出来 对 但是这个事儿吧 现在做的比较好的 日本做的比较好的 传承的比较好的 这个黄豆啊 它是我们中国最先开始用的 到日本去 那是漂洋过海 是我们给传过去的 但是到了日本之后啊 它可能跟环境啊 跟这个菌猪有关系啊 它经过发酵之后 变成另外一种食物 这 纳豆啊 这纳豆纳豆是这么来的啊 对不对 这个纳豆啊 它在继承上来讲 它继承了黄豆的各种优点 然后还衍生出一种新的东西 这个东西叫纳豆鸡酶 纳豆鸡酶 这个纳豆鸡酶很厉害 能溶酸 这个说到溶酸这件事啊 它和降胆固醇降脂肪 是有本质区别的 您还别说 就是铁王老师您说这个事啊 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些相应的那些文章 就说日本心脑血管的问题 它这发生率不像我们国家国内这么高 好像就是跟他们常年吃这个纳豆 反正有点关系应该是啊 对而且我记得我看一些像电视啊或者是动漫的时候啊 他们基本上每天都要吃这个纳豆 而且我记得当时我还比较小嘛 然后我问我妈妈啊 我说这个纳豆是什么味道呢 我妈说她没吃过 但是上网查完之后告诉我 就跟中国的这个豆豉差不多吧 还别说你妈妈说的这真是核心问题 这个刚才我说孟竹啊 说到这个这个纳豆跟豆豉有关系 大家记住啊 这个纳豆就是古时候我们中国豆豉 它的前身就是中国的豆豉 是我们通过唐朝那时候传过去的 然后在他们的土壤 在他们的环境下一点点变变变变变变变成纳豆了 所以说啊 如果我们也想把这个心脑血管问题 把它这个发生率降到最低 应该从现在开始积极地吃 纳豆鸡美 我一样的人纳豆鸡美 原来这个纳豆就是豆豉 说起这个还挺遗憾的啊 你们看这个豆豉本来是咱们的东西 是不是啊 但咱没拿它当回事啊 让人家给拿就拿就发挥作用了 所以啊 咱们得赶紧把这个食材利用下来 今天呢 咱们就用这个豆豉做到菜 怎么样 提防老师 没问题啊 这个我举双手赞同 这个纳豆鸡美 如果搭配上另外一种食材的话 对我们的血管会有更好的保护作用 啊 这个 这种食材是什么呢 就是红曲 红曲米 红曲米 知道了 知道了 豆腐乳外面那层红色 就是它 这个红曲啊 又被称为天然踏踏 哦 这是真的 通过实验室检测 它里面确实含有天然的落发踏踏 这道题也收录在我们这一次的题库当中 大家把它记下来 但是这两种食材搭配起来 制作的话难度很大 一个是时间长 再一个工具也特别繁复 所以今天呢 我们先教大家做一点简单的 如果大家想看这个纳豆鸡梅和红曲的大配 您到我们直播间来 我在那儿教大家 行吗 刚才啊 铁峰老师又给大家出了一道题 大家赶紧的拿好纸和笔把它记下来 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会开放答题系统 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微信 就能参与答题 每次五道题 只要您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部答对 您就能得到最高一千元的红包 同时呢 还有一次砸金蛋的机会 这金蛋当中包含了 多种我们身体需要的膳食营养素 您砸到哪种 我们就会给您邮寄哪种 您一分钱都不用花 让我们稍作休息 稍后呢 一起来看看铁峰老师的这道 用豆豉做的菜当中 还有哪些食材 膳食营养月烤 邀您来烤 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节目微信 即可进入答题系统 答对五道题目 即可获得栏目组送出的 最高一千元的大红包 同时还有一次砸金蛋的机会 金蛋当中包含了 一生菌 氨糖 多种维生素 蛋白粉等超多膳食好物 等你领 砸到哪种 我们就给您邮哪种 考试涉及的所有问题 将在近期的电视节目 及网络直播中 为大家全部讲解 赶快拿好笔和纸记录吧 答对题 得奖品 赢荣誉 还等什么呢 赶快叫上身边的朋友 开始 谢谢